中文字幕——YK 比如沟建,有的君主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不得不干掉一批功臣,比如刘邦,也有君主是为下一代铺路而大杀功臣,比如朱元璋,这些君主杀功臣的动机,虽然值得商榷,但不难发现,他们的终极目的还是维护自家的统治,以求江山永固。 除了刘邦,朱元璋之外,南极武帝肖泽杀起大臣,来解是毫不手软,肖泽四十岁机位,但他把其高地民终前给他留下了一众优秀大臣,希望他们能辅佐肖泽。 没想到,肖泽是蜘蛛拦路虎,他并不甘心被这些救陈彻肘,第一批被干掉的就是寻伯宇和袁崇祖,寻伯宇在肖泽当太子的时候就把他得罪了,袁崇祖作为连镇大将,也从来没发解过肖泽。 所以,肖泽首先拿着二人开刀,肖泽先麻痹二人,给他们加官进爵,名声弹将,寻伯宇生为散其常事,袁崇祖生为武丁尚书。 在公元483年4月,肖泽突然下诏,借口袁崇祖勾结江北荒人,准备与寻伯宇造反作乱,赐死了二人。 接着,就轮到了张静儿,张静儿是齐高地的得力助手,曾帮助齐高地平定判断,功勋卓著,但为人不太简点。 张静儿的妻子尚是对他说,从前我梦到一只手发热,然后你就做了南奖太守,后来我又梦到皮发热,你做了雍州寺室,再后来我梦见半身发热,你做到了开府一同三思。 现在我全身发热,张静儿向来信吗?心想你全身发热,难道遇事我要当皇帝了? 于是张静儿就把这世身边的人悄悄说了,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命,最后传入宫中,被肖泽得知。 后来,肖泽又听说张静儿与王仁做交易,怕他造反,就在一次摘会上将张静儿,和他的四个儿子杀掉。 当然,肖泽为了收买人心,也会做出一些宽容大度的事情,比如为前朝老陈元灿,审优之平反,但他的政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巩固。 因为校级工作的失败,大批流民剧重造反,成为了肖泽时代最大的社会问题。 历任SMX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